我現在GDP 4點多啦 甚至去年10%啦 對不對 剛剛談到第一個議題的時候 你的任何政績有比新加坡好嗎 新加坡的態度 作為現在馬英九先生 你應該慎重的思考 我覺得在這個議題上 不應該做出任何讓步 我覺得是這樣子 就是說馬英九政府 他面對中國的態度是一致的 就是說 隨便你叫我什麼 你把我當作台灣是中國的一省 也沒關係 我當作沒聽到 我當作沒有看到 但是對內 我要有另外一個不同的一個說法 所以其實天靈的問題 我想要請這個羅委員來回應 就是說當馬政府是不是默認 我們是中國的一省的時候 得以進入的時候 好 那是不是就是默認了 我們才做進去 那麼馬總統這樣的一個 吞下去的一個態度 我們可不可以接受 你可不可以接受 另外事實上他確實吞下去了 因為外交部長沈呂行 他確實稱 他確實表示說 他事前就執行了 但是他就點點 他想說如果沒有人知道就遵守了 你也可以接受 在我們是中國一省的時候 去參加任何的國際組織嗎 你想那個是中國大陸偷偷摸摸 也就用密函發給那些會員國 說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可是在對外面的所有的文件 都是什麼 都像我們那個牌子 像我們去參加的名義 是中華台北 但是世衛很多文件都還是把我們當成中國的一省 那現在今天其實每次談到這個問題 也坦白講 我們心裡都滿沉重的 你是不是覺得說表面上這個牌子 有中國台北你就可以接受了 你今天是這樣子 就是說 他說原來是這個用中華 用中國台灣的話 就是台灣是中國一省的話 那個從2005年 他們就已經開始 就已經都在使用了 那當然民進黨是講說 哎呀他們抗議 他們發表抗議 發表抗議 那去參加的那些會議 都是屬於技術性 都是用其他的一個一個一個 那個什麼單位組織的名義去參加的 可是你到底 你難道我們要永遠停留在那些 都是技術性的參加的會議 不是啦 還是都不能夠提升上去呢 柯源 我想你也說 也政府抗議 阿公的記憶這麼好 是不是可以給我們多一點好處啦 是不是說可不可以 優於扁政府時代的好處啦 不然都一樣 都是一省啦 所以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就是有時候 跟中共好有什麼好處 有時候就要適度 我同意是說 很多地方要適度抗議 就好比舉一個例子 我們有一次到那個北京 去跟那個 到那時候高雄的一些立委 就是到北京去 所以要求就是說 那個看能不能那個 兩岸直航的那個 航線能夠增多 因為有時候 我們台灣的航空公司也很可憐 都是那種 那種三更半夜的 才給我們航線 公演航線 那就希望那個 那個增加班次 那當時 我在這裡 我很那個 就是說 在當時 那個王毅 就是他們的國台辦主任 王毅就講 他說 要開放 那個要 要多少班次都無所謂 只要你們開放海峽中線的話 那你要幾班就可以幾班 那當時 我在現場 我馬上嗆他 我說 要開放海峽中線 那你先把飛彈先撤掉吧 你先把你的飛彈撤掉 那 大家再來談嘛 所以有時候就是一個 適度的表達 我們 我們的一個不滿 你覺得馬總統做得夠夠 對 我覺得 你覺得他表達得夠夠 那我今天是這樣 我相信馬總統 你說誰都願意當國王 誰願意去當宰相呢 你說今天說 他願意去奮辱 他願意去什麼奉承大陸 或他是怎麼樣 我們只能講說 也許馬總統 在處理兩岸的手段裡面 他有時候想太多 或是他太軟弱了 他太那個 可是對於 對於你說今天 今天你說好 那很嚴重的抗議 抗議以後 假如抗議的結果 是說我們都不能夠去參加 所有的國際會議 比如我現在 我最近我也在思考一個問題 現在我們會計師公會 要去參加 世界的那個會計師組織 他現在 我們以前是用ROC去參加的 那他現在叫我改名 改成什麼 強烈是台北 那我要不要呢 當然我對我的立場 我是不要 因為我是理事長 可是我要顧慮到 我說的會員 我們的會員是這樣 假如我不去參加 我很多準則 很多東西我們拿不到 弄不到 我要怎麼幫他 所以你是不是可以明白的 告訴我們 中國對我們的主權 從來沒有各自過 只有一個中國 沒有各自表述 因為中國從來 他所謂的一個中國 各自表述 他的表述是說 是不是從來沒有各自表述過 你所謂各自表述 他是認為說 你台灣是我的一省 那我們的表述是說 我不是你的一省 從來沒有過 所以 我覺得這個要講 中國他的一中 各自表述 他的一中的表述是說 你台灣是我的 所以他是整個 那我們的表述 這算各自表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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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點都不是 我不是你的 今天這個我也不一樣 我97年上台報告 兩千多位代表 我是 我那時候出次當理事長 第一次在那國際會議 他給我放了 每一個國家的代表出來 就像那個國家的旗子 我出來的旗子 是五星旗了 我下來之後 我的幹部跟我講 他說 趁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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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你講完的時候 放五千機 我說靠腰 他在放五千機 你怎麼不起來 那個 我們的人 不知道 音樂還不通的時候 你都不知道 可是今天這個議題不一樣 你剛剛講 這邊是 中國是台北 裡面是中國 如果是台灣 人們都在日本 這是民視不相符 大會手冊 怎麼可以跟明牌 不相符呢 另外一個 這兩個人民團體 跟國家都不一樣 今天 外交委員會 我希望今天這個事情 不是這樣說 人家說要操作 結果歷連來 都有公文書 參加 國際會議的條件裡面 是不是真的 已經接受了台灣 人們在日本 這樣就大條 如果我認為 兩黨都說 台灣的名文 要兩千三百萬 來決定的時候 這個議題 就要講到 那講到說 沒關係 我們用台灣人 人們在日本 馬英九 不要說公投 他有一個最佳的石家錯過了 他也不用正背疾呼 也不用拍桌 也不用幹嘛 他就把當時人在北京 跟胡錦濤見面的 吳伯雄 他們的榮譽主席 跟他講一句話說 你只要跟胡錦濤講一句話說 你跟我們的協議不一樣 胡錦濤 你這樣嚴重傷害台灣人民的感情 這樣就好了 不敢就是不敢 所以 你只要跟胡錦濤講一句話說 當我們在這邊趨入我們的國閣 而另一方面 又卑躬屈膝在北京 屁都不敢放醫生的時候 我認為 馬英九 他不用再期待他了 他其實根本 我認為多少的密約 都已經藏在視野當中 被簽掉了 是 廣告之後我們接聽你的call in 馬上回來